好事连连预购平台 赞 绿营立伟排排站 一手拿标语 一手输大拇指 大阵仗挺农民 农委会推出线上预购平台 全力推销新线的世家和联务 要把中国突然下禁令的冲击 降到最低 黑珍珠联务50 子弹型50 台东世家50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预购100箱 好100箱 平台上线第一天 绿营立伟当起最佳推销员 要帮农民渡过难关 不过面对外界出现 台湾农业出口过于仰赖中国市场的 质疑声浪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也拿出数据反击 一月到八月 总共出口了五万八千多公顿 卖到对岸的 只是四成多 有五成七以上将近六成 是卖到中国以外的其他市场 所以我们克服了凤梨 那我们同样的方式 绝对有信心 可以来处理我们所谓的领路 跟世家 今年三月 中国就对台湾凤梨下禁令 农委会赶紧辅导农民 外销超过三万顿 达到去年六成的销售成绩 农委会有自信 只要积极拓展内销 加强冷链技术 社会难题同样能迎刃而解 不过农民就没有这么乐观 这一波可能效益会到哪里 因为还不知道 因为这一波量太大了 你整个是挡下来 你几乎要去承受那挡下来的一万五千吋 的量 是 这个说实在的 企业平台这个发挥企业爱情这一块 到底能不能够发挥真正的效用在 这个 需要 農委会推卸上预购 呼吁全民挺农民共度难关 不过面对中国频频出招 农委会恐怕得加快脚步 让台湾农产品卖到全世界 才能避免中国打压的状况 不断上演 怀孕新闻 叶秉杰 林佳倩 终吻合不动 日韩焦点全面掌握 东亚局势 全球关注 新时代的区域进合 台湾 in or out 每周四晚间8点58分 怀孕看东亚 带您探索东亚震惊脉脉动